在1996年的某一天 刚满18岁的乖乖少女叶绿群 利用假期和两名好朋友 前往吉隆坡燕美元的一家公司 当临时的推销员 这是叶绿群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工作 不久后她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了 分享着利用假期打工赚取零用钱 却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在这一天彻底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真实案例想知道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这是在90年代时发生的一宗悲惨的刑事案件 虽然已经发生超过了26年 可是单看报导就足以让人心有余悸 在1996年12月16日这一天 叶绿群刚考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并在等待成绩出入之前 和两名女性好友一同到吉隆坡燕美元的礼品公司 应征当临时的推销员 获得工作之后 分别由两名男同事带领到不同的地方推销圣诞礼品 不料当天晚上 丽群的52岁父亲叶维雄 即接获二号 当天下午6点左右 丽群的父亲见女儿辞职还没回家 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平时 丽群是位乖巧的女儿 每天傍晚前也会准时回家 如果有遇到重要的事情 而不能回家的话 也会先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 可在1996年12月16日 丽群的父亲等到晚上8点 仍不见女儿的身影 也不曾接到任何电话 他顿时有种不香的预感 他急忙连续与女儿 一同应征工作的两名好友 才从他们口中得知 女儿正在当推销员 然而到了晚上10点左右 丽群还是没有回家 同一时间 叶维雄接获一名保安人员的电话 对方指他在半三八 马来亚银行金融大厦六楼处 发现了一堆内衣裤 他便依据记录在 作业簿上的联络号码 拨打了给他 叶维雄立刻载着 女儿的好友小丽 一同前往大厦 并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六楼 发现女儿当天 戴着出门的袋子 里面有一些被磁烂的内衣裤 一件短裙和一双鞋子 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内衣裤上还有一些 莫名的液体 叶维雄顿时心感不妙 怀疑女儿可能招人抢奸 便疯狂的一层一层的搜查 但是由于事发的大厦 实在是太大了 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立群 因此要求该民保安人员 协助报警 随后立群的好友小丽 在大厦的四楼发现了尸体 便马上叫来了叶维雄 当叶维雄靠近一看时 瞬间泪崩到了极点 那人真的是他的女儿立群 可怜的立群被发现时 全身赤裸成窝状 臀部有黑点 脸部成黑色 井上缠着他所穿的褐色T恤 眼睛暴突 身上还布满了鞋印的雾鸡 尽管如此 叶父仍然猛锤爱女的心脏部位 拼命摇动以僵硬的手脚 试图救活女儿 但是立群却始终没有反应 场面非常浪人心酸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随后警方来到现场才将叶父给拉开 叶父发现了女儿身上的事物 除了手表之外 他一直穿戴着的金项链 脚链和金戒指 全都无翼而飞 当叶绿群的尸体被送入医院进行解剖后 经过法医报告证实 叶绿群生前曾遭人强奸 而且被侵犯时也毫无知觉 因此相信他在被杀后才遭到凶手监尸 死因则是被累死 事发隔天 警方前往立群上班的公司调查 而当天强奸立群的无翼男同事阿迪拉 在案发次日后早上上班 并遭到警方带回警局入口供协助调查 阿迪拉在接受盘查时 终于压抑不住心理的内疚 原本神色镇定的他突然替泪其下 一五一十的全盘拖出 他承认他奸杀了叶绿群 并拿走他身上的惊事 警方也在短短一天内宣布破案 阿迪拉向警方透露 案发前他和另一名男同事 带着绿群到半沙巴推销礼品 但该名男同事半途因为家里有事情 所以先提早离开了 留下他和绿群 因此他把叶绿群带往马来亚银行的金融大厅 在诱骗丽群进入大厂内的一个厂窟后 在抢劫他 丽群当时未保贞结 不肯就范而极力反抗 过程中还不断地高声喊叫求救 阿迪拉惊慌之下 试图阻止他喊叫 却用力过度将他捏死 直到丽群完全安静下来之后 他将丽群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 然后抢劫他 事后他决定回到现场查看 并处理丽群的遗体 由于他害怕看见力群突出的双眼 因此利用力群身上的上衣将其眼睛遮盖 却没想到在托拉尸体的时候 绑着力群双眼的上衣突然松脱 力群的眼睛仿佛又在瞪着他看 阿迪拉被吓得当下 不敢再独自搬动力群的遗体 于是跑回家找室友兼音乐主任求助 他向室友坦诚一切之后 要求他陪他回到马来亚银行大厦内 把尸体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名室友竟然答应了他 两人来到大厦之后 合力将力群的遗体抬进升降机 但其室友过后也因为过度害怕而先行离开 留下阿迪拉一个人 阿迪拉最后却无法独自面对双眼突出 和死状恐怖的力群 唯有将遗体弃在四楼的一个仓库内后 赶紧逃离现场 同年12月30日 阿迪拉被提控上庭 在经过漫长的审讯之后 法庭最终宣判阿迪拉奸杀罪名成立 但让人愤怒的是 奸杀叶力群的阿迪拉 却成功逃过死刑的判决 原因只是因为 此命案在1996年12月16日发生 被告的18岁生日只落在12月17日 即命案发射的次日 还有被捕的日子 但也就是说 他只差了一天的时间才过生日 还属于未成年 所以根据1974年少年法庭法令 最成的未成年 需由国家元首发落 省里叶力群被剑杀案的法官 怒测被告的行为 有如禽兽般的残暴 法官在下判前 一脸沉重地说 死者在当时只是一名18岁的弱子女子 在考完大马教育文凭 更是第一天投入社会大学 吸取工作经验 这原本是他步入成年的美好日子 却不幸地落入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人手里 断送了他美好的人生 而你今日可以逃脱被判死刑的厄运 只是因为你在事发当天 差一天才满18岁 你被你的年龄救了一命 法官表示种种证据证明 被告确实犯了意图谋杀的罪名 就这样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起人神共分的命案 原本阿迪拉应该以一命敌一命 然而被捕时 他因差一天才到法定成年的年龄 因此无法被判死刑 最终阿迪拉只是被判送入感化院 可怜的绿群就这样白白上命 恶徒却不能被正法 不仅让人感叹命运弄人